现场台北市大安区安东市场 暗夜大火不断的冒出浓烟 而且这市场的楼上 还有社会局儿福机构的小朋友住在里头 那么消防权力的灌救 或是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扑灭了 总共救出了17人 其中4人紧急送医 消息状况连线记者林妙如 请说 市场里头不断串出浓烟 好几名消防人员在外面待命 拿出破坏工具 试图直接将天门锯开进入 破警发生在29号凌晨2点多 台北市大安区在瑞安街上的安东市场 深夜突然冒出浓烟 消防人员获报干净到现场 布水仙灌旧 初步研判起火点是在一楼位置 不过因为市场是复合市商办大楼 楼上还有社会局儿福机构的小朋友居住 因此消防人员还派出云梯车 到高处查看是否有受困的民众 并疏散5名住户 民众也在消防的指示下 依序从大楼内逃出 消防人员总共救出17人 其中4人预防性送医后都没有大碍 最后火市顺利在一小时内扑灭 不过市场内的摊位 以及身材工具都有些许回损 所幸没有造成其他人员伤亡 相信的起火原因 还有带火吊人员进一步厘清才能得知